县政府办理护理人才培育策略联盟签约仪式 由县长陈光复代表与五大护校共同签署 双方将合作培育五专护理科公费生 未来每年培育16名的公费生以缓解护理人力断缺问题 昨天签约仪式由县长陈光复与福音大学校长林慧贤 美和科大副校长洪耀川 中华意识科大校长孙一鸣 盛母医护专校校长陈丽言 敏慧医护专校博士刘文睿共同签署 副议长兰凯元 议员许国阵 澎湖医院院长邝尚杰 三种澎湖分院院长胡晓峰 以及惠民医院院长张明哲共同见证 在新闻会员后 这种三年来新闻会员 更显得医护人员的部署 有些朋友是尼滕 有些尼滞 在某一方面还是很多台湾分镇的支援主管 或是有比較不接受 所以我們在醫護人員 我們一直希望可以大量的注目 來照顧管理工庆 所以我們本來在今年 有公會跟八位 大家也開始顯示不足 所以我們希望對今年開始 我們可以接到16位 16位 當然我們很高興 我們台灣的貼紙團隊都很高 所以今天去領人才便宜的策略人們簽言 我們非常感謝 所以總共有在摸領 醫護人員的待遇 值班 或是醫跟病犯的比例 對著在面貨上 但是實際上我們主要便宜人才 他可以考慮 讓實際 這領法最重要 最重要 剛剛現場所講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最近醫護人員 本島也就是非常的缺乏 那你說本島 醫護人員非常缺乏的情況之下 彭屋又屬離島 這個更加的 真的是 人才真的是護理師 真的是非常的不足 那今天這次也非常感謝 武校 命令彭屋這邊 然後來做這個簽約的儀式 那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好 然後這就剛剛現場所講的 有你們真好 好 培育策略 我們來推動 嘿嘿嘿 來這時候要來一點掌聲 好 有請我們的五所學校 來我們的校長 以及代表們 好我們來前面 合影 你們 贊不贊 贊 好 這是我們的簽約儀式 現場成光復也表示 澎湖未屬離島 醫療資源長期的不足 醫療在地化 一直是澎湖的目標 目前澎湖有高知名度的 醫師計劃 向外邀請專科醫師助診 提供澎湖民眾 在地醫學中心等級的醫療照護 本縣自2018年開始 恢復的每年培育 兩至五名的護理師 但遠遠不及澎湖在地醫療 以及長期照護所需的護理 護理人力 因此縣政府至今年起 擴大培育護專公費聲明額 增加每年16名 我是不是整理一下 我們到底培育了多少護理人員 那因為現在都在講護士話 所以我整理一下 我們培育了快近五萬名護理人員 那我也查了現在 在我們的醫院醫療院所裡面 真正在職業 有執照又在直登的 大概18萬 所以我講這兩個數字是說 其實我們培育了非常多的護理人員 但是最後不一定走入臨床工作 醫院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那學校的課程會跟他一起配合 來制定需要的人才 才不會覺得學跟用的落差 這一個部分的前掌 那畢業的部分因為教育部 有推那個展次計畫 所以形成一個工會的蝴蝶 然後專業的這樣一個配置 那最近又加入了一個 就是二技跟科大一起做聯盟 所以等於是就讀免費的話 就是等於五加二 直接進行到那個七年一貫的一個教育 這幾年來都推動得不錯 衛生局長陳淑娟也表示 凡是涉及在澎湖 而且是澎湖任意國中畢業的學生 皆可向參與的澎湖護理教育策略聯盟的學校 登記報名 該校錄取完成了簽訂契約 即為公費生 並享有公費生的福利 就學期間五年 由縣政府補助費用約63萬多 只是畢業取得護理師證照之後 需返鄉服務至少四年 記者王海龍報導